歌手柏林 近日參加了陸縱 《2023中國好聲音》 不料節目因陷入爭議 遭到網友群起言上而宣布停播 網路上瘋傳宣獸們只要支付台幣219萬元 就能讓心儀的導師轉身 但她也無辜受到牽連 對此柏林於27日凌晨發出長文澄清此事 她透露在參加節目前花了三個星期的時間準備 希望呈現最好的演出 隨後在初次登台演出時 成為第一位或者四位導師轉身的選手 她強調參加節目的過程中 從面試、考核到最終登上舞台的選手 基本上都是經過層層檢驗的 接著柏林也澄清表示 她本人以及她的經紀公司與節目組 並無任何金錢往來 只有報銷、交通和住宿費用 她透露在這期間接觸的人 都很友善也很認真的 對待每位選手的舞台讓她十分感謝 作词詞以及作曲、繼續使用 作詞・作曲、洛柏林的則發展 我等於夢見 作詞・作曲、洛柏林的則發展